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按照约定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Pacifica的试驾的一个视频 废话不多说 我马上进入试驾环节 Let's go 好 我们现在出发 这一路上我就不听音乐了 你们上次听了音乐之后 被他们骚扰 这个YouTube 电台里放的歌也会被他们听出来说 你乱用别人的音乐乱七八糟 挺恶搞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就这么开一边聊 一上手呢刚刚第一脚游 还在找这种感觉 但是我知道这台车 这个V6的PandaStar 引擎呢 比原来的 Grand Caravan 或者Town & Country 不知道为什么会多了两匹马力 当然这个 可能要感谢一些科技吧 或者八速变速嘛 具体的原因 唐大叔就不是这种汽车工程师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是287和262 287的马力和262的扭力 开起来感觉还是挺轻易的 这个叫什么飘逸 有一点这种动力随手就来的这种感觉还是 那我故意来这里试一下这个转向半径怎么样 因为这个路口我转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知道有些车一把转不过来 这个转向半径不比小车差 那我试试直线加速 嗯 只小了一小段啊 算不算 真的给油这个力气还是蛮大的 一下就上来了 因为八速变速确实有帮助 大家知道相对六速变速的话 八速每一个每一档里面 它的同样马力和扭力情况下 它肯定力气会更大 那所以如果遇到需要拖一点东西的情况 或者做的人多的时候 这额外的一些动力 或者每一档的这个额外输出的扭力 就变得很重要 我现在走到了这么一个没有路的地方 我来试试倒车 换到倒车档 看看这个升级的Uconnect 和荧幕升级之后 不好意思啊 唐大叔就是这么手拿着 还可以 蛮清楚的 升级之后的这个荧幕 确实比以前要清楚一些 嗯 换档还是蛮平顺的 速度刚刚那样已经准备换第三档了 加速还是挺给力的啊 当然 我没有踩到底 但是小推背感吧 哈哈哈哈 有一点小推背感的感觉 嗯 方向盘呢 都是有这个 机械辅助的 嗯不能说非常轻啊 但是呢 我觉得 再加上这个方向盘 有一点 这个厚重 不像有一些方向盘 完全是圆的这种 摸起来 稍稍有一点 重量还是挺有这种 挺放心的那种感觉 有人说就是 开起来觉得 嗯 在自己掌握的里面这种 特别是两只手用左右这么转 啊真是 感觉控制的很好 完全在自己控制里面 这样不管妈妈也好 或者商务 这个专业的司机 在这商务的重要客人的时候 你有这一层放心 也是蛮好的 当然本身它安全性 唐大叔之前介绍过了一百多项的 那今天呢先不做非常长的这种 详细的只是我第一感觉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驾驶体验 这么一个视频 嗯以后有机会肯定 还会可以做更详细的 特别是上次我做 介绍的那一台车 Limited 我同样车的试驾 但是我只是感觉一下 这个车开起来和以前 Toran Country有什么不一样 和这个Grand Caravan有什么不一样 嗯 甚至和其他的车有什么不一样 嗯 初步的感觉还是蛮好的 特别是 特别是配合了那么多方便的功能之后 然后舒适度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之后 再加上好的驾驶感觉 这台M1 会让这个 在车上花很多时间的 妈妈也好啊 商业人士也好啊 职业司机也好啊 让大家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车上 会这些时间和时光会更加的舒适 嗯 开心好玩甚至 开心好玩甚至 嘘嘘 OK 这个视频做的比较短一点 也是这种 算是第一感觉吧 对这台车 啊 初次驾驶的感觉 这台车大家等了很久 唐大叔也等了很久 终于到手上了 啊 一下子就赶快做了一个详细的评测 那今天呢 用一点时间啊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开这个车的感觉 简单说呢 有几个感觉 第一八速变速 嗯 嗯 在节能 马力输出 还有这种 驾驶体验上 都有帮助 像我刚刚 稍稍给油的时候 有这种小推背感 还有的话 就是这台车做在里面 这台是Toring L 也就是最基本的 这个三个等级里面的第一个 已经有PE 还有舒适性其他的 还有实用的功能 所以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驾驶的感觉也不错 嗯 之后呢 我再找机会好好试试Limited 嗯 然后今天的第一印象的这个短视频 先做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